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才说的这种在中文里听起来发音一样 但是意思不一样的词就叫谐音 谐音在中文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因为我们有十万个左右的汉字 但是我们的拼音加上四个基础的声调 再加上一个轻声 一共只有四百个左右的音节 所以我们每一个音节都对应了很多的汉字 但是呢 在一定的场景中 刚才我说的这种误会 其实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可能那天因为是晚上 不是很清楚 然后它突然叫一声 所以我的脑子没有转过来 但是呢 我们中国人却非常喜欢使用谐音 我们认为谐音是我们说话的一种艺术 但是啊 我们要懂得谐音的意思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词它本来的意思 还要知道它变成谐音以后的意思 和这两个词之间的联系 所以呢 对外国人来说可能有一点难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三种谐音的用法吧 第一种用法呢 是趋吉避凶 趋吉的意思是希望自己有好的运气 而避凶的意思是希望自己不要倒霉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以看见的很多中国人的信仰或者迷信 都来自我们的谐音 常见的有 比如说我们很喜欢数字八和九 可能很多同学已经知道 八呢 是因为它的谐音听起来很像恭喜发财的发 而九呢 是因为它的谐音听起来很像长长久久的九 我随便打开一个网络平台 我们也会发现 很多价格的最后一个数字都是八或者九 当然可能你们也知道 我们不喜欢四是因为它的谐音听起来很像死 那除了这些常见的数字的谐音以外啊 我们还喜欢把一些成语里的一些字变成一个谐音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叫年年有余 注意啊 这个余的意思是剩余 剩下 它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些东西剩下 可以给新的一年用 但是呢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余下的余改成水里游的余 所以啊 在中国我们也有过年吃鱼的习惯 那每一年的除夕晚餐 我们都习惯做一条鱼 而且啊 我们有规定 这条鱼是不能吃完的 因为我们要余下一些给新的一年用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爸也很喜欢把鱼的尾巴给剪下来 把它贴在门上 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时刻提醒自己 要做到年年有余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岁岁平安 岁的意思呢 就是年或者年龄 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我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过着平安的生活 在中文里啊 我们常常把这个碎改成打碎的碎 这个打碎的碎 它的左边是一个石头的石 所以啊 它的意思就是把大块的石头变成了很多小块 所以呢 这个石头就被打碎了 那在生活中 有时候我们会打碎一些 杯子呀 碗呀 或者花瓶呀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说 或者我们旁边看到的朋友 也会对我们说 碎碎平安 这个意思呢 就是虽然我打碎一件东西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我希望这件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好的运气 所以啊 我们就说碎碎平安 好 这就是谐音的第一种用法 它的意思是 须及避凶 谐音的第二种用法呢 是创造记忆点 这一点呢 常被用在商业广告里 我就曾经注册过一个咖啡店 就叫非比寻常咖啡店 那非比寻常这个词呢 本来是指人或者是很突出 一般的人或者是都不能跟他比 那在注册这个咖啡店的时候呀 我就把这个非改成了咖啡的非 非比寻常咖啡店 意思就是我的店里的咖啡很好哦 你要来喝哟 但是啊 注册完了以后 我又在想 如果改成非常不可 咖啡店是不是更好呢 我们知道汉语里有一个语法叫 非什么什么不可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那在我注册的时候呀 我可以把这个非改成咖啡的非 把这个非常的长 改成这个用嘴长一下 这个长 那这样的话呢 听起来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喝我的咖啡哦 但是呀 我这个咖啡店 只卖了一包咖啡就关了 因为呢 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卖东西 所以啊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两个名字 但是如果你想给你的咖啡店 起一个中文的名字 这两个名字送给你哦 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箱广告词 叫默默无闻 这个词啊 它是来自成语默默无闻 默默的意思就是安静的不说话 无就是没有 闻在古汉语里 它的意思是听见听闻 而在现代汉语里 它的意思是用鼻子去感觉味道 那这个成语默默无闻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人他做好事 但是不说话 不告诉别人 所以不被别人知道 在我们这个广告词里呢 它就把这个听闻的闻 改成了闻子的闻 所以啊 这个广告词默默无闻 给人的感觉是 如果你用了我的文箱 你就可以安静的 做你想做的事 没有文字会来打搅你 我也看到有一本 教人炒股票的书 叫古往今来 那这其实改自于 一个词语叫古往今来 注意啊 这个古是古代的古 今是今天的今 所以啊 它的意思就是 从古代到今天 在历史上 所以我们常说 古往今来 没有多少人 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成绩 那你看在这个书名里面啊 他就把这个古代的古 改成了股票的古 而把这个今天的经 改成了现今的经 所以啊 给我们的记忆 就会很深刻 所以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谐音的第二种用法 它是为了增强人的记忆点 谐音的第三种用法 就是网络用语 那随着网络的发展 每一年在网上 也会出现不少新的中文词汇 那我们在微信上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886表示 拜拜咯 我们常常用 7878表示 去吧去吧 更有意思的是啊 谐音还为中国的年轻人 创造了一些 节日和新的玩法呢 你看哈 这个520 就是因为它的谐音 听起来像 我爱你 所以啊 现在每年的5月20日 也变成了网络情人节 你看中国又多了一个情人节 另外啊 数字 一三一四 听起来呢 它的谐音像 一生一世 所以啊 它也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词 在中国呢 很多情人节的礼物上 都会有520 或者一三一四 这两个数 好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 中文谐音的三种用法 那你还知道哪一些中文的谐音呢 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如果你还想听别的一些 有意思的话题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 好 我们下节课见